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嘉宾由荔枝新闻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利益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挣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可以作为我的防晒闹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天出门前都要防晒是吧 就是因为现在也是夏天 然后海南的紫外线它很强 因为我之前很白一个人 我之前东北 我是东北人 然后后来到海南之后 就给我一个星期就晒得 就合黑合黑 晒成分层了 6号 男嘉宾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美黑的那一类型 然后其实是有两种防晒 一种是可以防晒黑美白的 还有一种是越晒越黑 那你希望可以晒黑的那一种吗 我想不晒黑 不晒黑你去三亚干嘛 对啊 在东北戴着不挺好的吗 你看19号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防晒 我每年一到夏天 基本上每周会晒伤一次 褪皮一次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倒不是说要求别人 就不能做防晒 但只是我是觉得 你自己主动选择到了海南 然后你还就是非常在意 这个防晒这个事情 那不累吗 因为海南的那个紫外线真的强 没有 主要是 你像你这个晒黑之后是很漂亮 但我一晒黑就有点蠢 有没有人说过您是林更新 谢谢 谢谢 有一点 有一点 林更新个儿更高一点 她都是笑咪咪的 在防晒的问题上 我比较同意19号 我觉得我也看周围的人 把脸整个包起来什么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你搞得那么紧张那么焦虑 就是你看似好像保住了白白的皮肤 但是你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我觉得我们在自然界 作为人类来说 你要接受你的环境 你要去享受阳光 孟老师出去旅游特别多 也经常到强紫外线地区 会在意这个吗 我是如果可以的话 比如说戴个帽子OK的吧 因为我不会额外再做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去时间长了之后 会把身体晒成几节 请大家注意我的胳膊 是怕不均匀 所以穿背心是吗 没有没有 并没有 第二条 希望你不介意我一个人 在车里唱KTV 我不介意你现在唱KTV 你先唱一下 那我现在唱一段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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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嘞 我那个白菜 好嘞 你 我erin 是 好嘞 好嘞 我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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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想唱一首魏晨的歌 来 流星雨又来临 偷听我的秘密 把你藏进我的回忆 就算明明注定 我也会全心 但守护一生约定 谢谢 好 来看片子 热身 调整呼吸 入水 将意识聚焦在自己身上 觉察每一次发力 专注向前 我是崔岩斌 一名专项游泳体育老师 我常跟学生们分享 消除恐惧的方法就是在放松身体之后 尝试掌握游泳的技巧 顺势而为勇敢做自己 生活是由自己负责的 我是一个很早就开始自己做决定的人 毕业时 资深艺人从哈尔滨到三亚闯大 用两年时间做到了扎根立足 18岁就开始做体育教练 从兼职到创业 上大学的第一年实现了经济独立 而选择学习体育 是我人生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 小学五年级是太胖了 为了减肥我每天四点半起床跑步 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运动 我的运动天赋还不错 学什么都比较快 现在会冲浪 篮球 滑雪 体操 舞师 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但每一样都能学到80分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量达到80分 是我喜欢的一种状态 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而不过分追求完美 让我总能发现生活的乐趣 我曾经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 他们遇到事情喜欢找我拿主意 现在的朋友大多大我六七岁 因为我不能理解一些很幼稚的观念 我觉得我们不能二十几岁了还可老 懒散的只顾着今天不想明日 要为自己和另一半的未来做好规划 这样才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一个人独处时 我会进入自己的小小世界 《车内KTV》是我独享的舞台 让我随时随地 进入被音乐浸染的空间 唱歌不练技巧 尽兴就好 我是一个相处时很松弛 但是生活上我却很认真的人 希望找到一个同品的女生 一起热烈相爱 我发现男生的这个片子里边 比现场更帅一些 现场像个小孩 那里边好像成熟一些 武官很上进 很立体 你学什么都快是吧 除了画画 危机分你学得快不快 没学过 给试一下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的视频 就觉得你是一个 各方面都很均衡的人 所以我很好奇 你对你的另一半 希望他各方面也都很均衡吗 还是说他的某一点很突出 但是也有很明显的短板呢 我觉得他做好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就行 其他的方面 如果我可以去做我就去做 谢谢 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看你说各方面学习 都能达到80分的话 那你能接受另一半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会有点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那一种 因为我所有事情都做80分 是为了给我另一半留20分 他做20分就行 1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不是说你学东西很快吗 那我想现场教你一支舞 看一看你学东西到底有多快 来来来 你快来 快来快来 哎呦 我 我看你学东西很快 太棒了 我看你学东西 就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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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4 哇 6 7 8 5 6 7 8 可以了 哈哈哈哈 速度 那我们整体来一遍 啊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遍 想我就多看一遍 就先多一点点 有梦的梦就没看见 咱们摆上说一遍 想和你多近一点 我一点 让我心甘情远 哇 哈哈 哈哈 可以 好可爱啊 你就应该跳女团的舞蹈啊 你这个应该加个难度 就是走两步 一个旋转 啊 对 考验的时候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说 哈哈哈哈哈 somethin 我不让我做的对不对 这就是天赋啊 朋友 谢谢 谢谢11号 我们23号是不是学健美操 我是学健身健美的 我能理解你那种 就是从小体育方面比较发达 就会导致 你刚刚说你是画画不太行是吗 那你还好 在我这儿是化妆不太行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的这种感受 所以我想问你的就是 如果说你挑选另一半的话 你是希望她的兴趣爱好和你一样 就是喜爱运动一点 还是说希望要稳静和互补一点的这种呢 我觉得运动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多 我最好是可以偶尔运动一下 如果要是其实 我觉得还是要运动 好 谢谢 想装两句 装不下去了 还是要运动吧 22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 他的运动不好的话 你会带着他一起运动吗 会 这个是没问题的 一定要带着他一起运动 我觉得是一种乐趣吧 哈哈哈 洛阳人从事家装行业 如果以后你们在一块儿之后 买了房子装修你 就不用操心了 她是哪一段打动的你 在扭的那个 直接扭到了新巴黎 扭到了新巴黎 你看我坚持让你跳那段 是有道理的吧 谢谢老郑 绝对是天赋奇才 片子里边说 她的朋友大多数比较大六七岁 你们朋友圈里的人 同龄人多还是比你们大 小黑 我的朋友基本上 都是比我上下个七八岁 然后我也很认真地想了一下 我20出头刚工作那几年 基本上都比我大七八岁的 然后最近一两年 基本上我身边 都是比我小七八岁的 然后我倒不是刻意去看年纪找朋友 只是我觉得 有不同的这种年龄差的人 他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他其实能跟你互补 所以其实你刚才说到的 就是你跟比你大的 其实你能接收到他们的一些信息嘛 然后对于你来说 你的成长会更有帮助 这个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 圆圆 男嘉宾好 就是我的朋友圈 现在接触的年龄比较小的是05年 比我小十岁的一个女孩 然后我就发现 跟他们就是00后相处起来 我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差别 观念上啊 就各方面都很相像 我就觉得跟年轻人一起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变年轻 是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 跟年轻人在一块的话 它会净化你的心灵 因为年轻人他们想的东西比较少 比较纯粹之间的有限 好 看下一条 在感情的范围里 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的每一段感情 都是真诚写努力的 热烈地付出过 也留下了真诚的美好 第一段感情 开始与很曲折的好友生气 他在网络上看到我后 就很想要我的联系方式 在朋友的姐姐的同学的 闺蜜的弟弟的助攻下 我们相识了 在一起后 我们虽然是南北异地 但是我会在每一个 大小假期跑过去见他 我从不担心自己 在一个新的城市闯大 尤其是有爱的人在 后来我们一起创业 跨过了创业初期的种种困难 但没想到 在事业发展迅速的时候 我们的感情却在走瞎坡路 创业中 他倾向于开拓扩张 而我更想留一条后路 沟通中的每一次隔阂 妥协 隐忍 都在消耗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多 最后都无力再维持下去 第二种感情 就像是天赐良缘 命中注定 那天我发了一条 想恋爱的朋友圈 结果转眼就遇到了 一件中型的他 我想这就是缘分 最具象的体现了 我们相处的一切都很美好 会相互理解提供情绪价值 都用尽全力照顾好对方 甚至本是赌局老大哥的我 那段时间把兄弟们都抛下了 不过后来 我因为更重要的原因 不得不前往三亚离开他 他知道后想都没想 就决定跟我一起走 可是他那时候 已经找到了很稳定的工作 我担心他一开始跟我出来 会吃很多的苦 就劝他留下 等我扎门脚关之后 再过来接他 我觉得爱一个人的话 是不舍得让他吃苦的 但美好的爱情 没抵规遥远的距离 他时常觉得没有安全感 提出了分手 当我意识到 其实陪在他身边 比我照顾他能力 更重要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完了 现在的我 依然期待着爱情 期待遇到一个 都愿意为对方 全力以赴的女生 美好的奔向未来 17号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就VCR里面 第二段的恋情 开始与你发了一条 想谈恋爱的朋友圈 其实我平时 如果我在我的朋友圈里 看到男生说 好想谈恋爱啊 我会觉得他是在 过于广泛的 让大家知道 他十分孤单 过于没有门槛地展现 自己的一个情感诉求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是这样的 我当时发的朋友圈 也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年纪是20岁左右 然后当时发朋友圈 不是说我想交女朋友 或者是我想怎么怎么样 原话怎么说的 原话是 发了一个打篮球的视频 然后说有女朋友也挺好 就是那种意思 这没什么毛病啊 挺可爱的 你看这种清澈的眼睛 这个是蠢萌蠢萌的 又帅的 他就是挥洒荷尔蒙的年纪 对不对 那类似的话 女生会怎么说呢 好想有个男朋友啊 有没有人这样说 22号 就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天天看到那些小情侣啊 逛操场 然后我就会深夜移谋 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 甜甜的恋爱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 这个跟你刚才那条的风格 比较接近 是 是 是的 如果同事 在通讯录里边 两个人看到了彼此 发这样的东西 那他们俩会不会说话 要不我来试试 就是我朋友圈有男生会发 他其实经常发 比如说他在咖啡厅喝咖啡 拍一张咖啡的照片 然后说一个人喝咖啡好孤独啊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对啊 差别就是第一个 这个男生发得很频繁 那他既然这么想追求女朋友 他为什么不好好追求一下身边的女朋友 而需要在朋友圈广发信息呢 来 再找个人解释得清楚一点 崔美琪 就是我觉得他说那个朋友圈里面 那个男生 他是想要寻求一个短暂的刺激而已 他只是觉得此时此刻 我一个人待着我不舒服 他并不是想要一段长期稳定的关系 而我们台上这位男嘉宾 他说的是想要个女朋友 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猜到了 可能他发一个打打篮球的视频 有可能是要分享快乐 而那个叫填补寂寞 就是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片子里边说 在感情当中 另一半为你付出特别大的牺牲的时候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5号 我觉得在关系当中 两个人可能为了关系更好 有一些适度的妥协是必要的 但如果说 把自己很重要的人生的工作 重要的一个事情都要做出牺牲的话 失去到没有自我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他应该先做好自己 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 这是我的想法 18号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男生 为了我的话 来到我的一个城市 我是会非常感动的 并且我会以后真的想跟他 好好去发展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愿意 为了男生去到一个地方的人 我不知道就是 男生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是几个想法 因为要看自己当时的状态 因为我当时的状态 并不是很好 我当时的大学没有毕业 然后存款也没有多少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还有稳定的工作 如果跟我去了之后 过了今天 明天都不知道怎么过那种生活 所以我觉得先不着急接他过来吧 还是等自己稳住了之后 然后合适的时候再一起 最后一个问题 15号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你将来工作很不顺心 你会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可能没有法 给你更好的生活 要不然就是我们分开吧 你会这么做吗 我听着你是这个意思 我不会 我不会这么做 我刚刚那个意思 可能是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 我目前的状态 没有给你更好的生活 不是说我一无所有了 我还要跟你分手 怎么样的 如果说你想离开的话 这个我是不会去挽留 但是如果说 你愿意陪我一起吃苦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 17号 21号 22号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有请17号 22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来看大屏 13号 13号 来看一下支腿是 我们看一下崔彦斌的支腿女生是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 浓情揭晓支腿女生 19号 19号 男生自信洒脱 松弛内敛 感情中有仪式感 喜欢分享日常的点滴和二人世界 女生独立自信 随和勇敢 自律爱运动爱冒险 两人内心有能量 既可以遵从自我 内心又懂得照顾对方的感受 不会给彼此太多的期许和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 余晨欣 我的小纠结 选择困难症 小美满 选一个 小美满吧 3 最近家里来了一个新成员 是一个两岁的金吉拉妹妹 是在520的那天捡到了她 给她取的名字叫小满 希望她以后可以圆圆满满 无忧无虑地长大 希望以后的那个她 也喜欢小猫咪 有爱心 有耐心 我们一起圆圆满满 小怪屁 我的生活 我的理想型 3 喜欢聪明的男生 最好情商智商都在我之上 更喜欢自律的人 生活上简洁 精神上有追求 有学识 有风趣幽默 严泽玉 不喜欢的加分项我的生活 1号 不喜欢的 不喜欢大男子主义 并且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凸显自己的男生 2号 王森瑶 恋爱态度 多变得我 我眼里得减分项 2 哈喽 我是王森瑶 欢迎来到我的每一面 因为非常非常喜欢 国风美学和汉服文化 所以我平常会经常去参与 一些汉服活动和汉服走秀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 我的形象总是这些样子的 不过其实除了国风少女之外 我还有很多面可以发掘 比如其实我非常享受音乐节 和Live House的氛围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还非常喜欢旅行 很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面 那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吧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你愿意去融入我的生活圈吗 然后你会怎么融入 22号 我很愿意去融入另一半的社交圈 就是看你平常和朋友一起出去聚会 会愿意带上我吗 会 你说你喜欢运动 然后我是一个运动很不好的人 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会运动的男生 可以带我一起去运动这样子 挺好的 他开心地在那搓手 13号 男嘉宾你好 我感觉如果是两个人是情侣关系的话 还是有各自自己的圈子比较好 对方的圈子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就可以了 谢谢 19号 首先就是如果我愿意跟这个人谈男女朋友的话 你一定要至少尝试融入他的圈子 不管结果怎么样 而且这个是双方都要做的事情 而且一定各自有各自生活空间的牺牲 17号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肯定是要互相融入对方的生活圈的 就像就刚刚这一场对你的了解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就很喜欢很经常运动 然后也很喜欢户外的人 然后我的话是会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 然后我的爱好也是偏安静文艺一些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圈子应该是互补的那种类型 这个事儿啊 我给你一个建议 一定两个人的圈子要有交集 如果没有交集 那谈什么恋爱呢 但是一定也不能完全重合 完全重合那还有自己吗 所以叫有交集 但不能全重合 这才是好的恋爱的样子 最后给22号叫什么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刚刚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微笑吗 觉得你这个人就非常的阳光 感觉如果跟你谈恋爱的话 肯定是每天都元气满满很开心 然后你画画不好 我画画还不错 然后我运动不好 你运动很厉害 我们两个就是还挺互补的 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们两个自己 希望你的考虑一下 好的 谢谢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 包灯女生 包灯女生 你就是我的自己 我能不能帮 两个人一起去 叫天地浪漫 这位 baby baby I'm the city baby 你是我身中的女 是空人的我 大家好 我是余晨欣 目前在郑州从事家装方面的工作 我会决定的 我会决定的 好 谢谢你 谢谢你的勇敢 我选择心动女生吗 还是想再争取一下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